2019网络春晚中,撒飞宁迎来了一位全新的搭档,由美国配安区块链公司武邦高本,提供技术支持的虚拟主持人小小撒,除小小撒之外,另外三位主持人的虚拟卵生,也加入了本次春晚的主持阵列,主持功力与他们本人相比也不遑多让。 这是全球第一次真正意义上,有主持人和自己的虚拟卵生主持人,共同主持大规模的国家级文化活动,小小撒和其他几位让是民嘴的虚拟卵生,引起了业界及网民的热烈关注。 热闹的AI白年背后,蕴含着什么样的AI及区块链技术,网春黑科技成就新一代网红小小撒一出场,撒飞宁就忍不住打量了两酒,我的天! 我感觉像照镜子一样。 这个虚拟卵生和撒飞宁长相如出一辙,被撒飞宁亲切换作,失散多年的卵生兄弟,春晚过程中,小小撒空现能力极佳,全程妙语连入,几乎不给撒飞宁发挥的空间。 撒飞宁刚掏出台本,准备宣布下一个环节,小小撒变场的小撒本尊的词。 撒飞宁就刚准备张口说话,小小撒又道出撒飞宁的台词,说小撒的台词,要小撒无话可说,一旁的撒飞宁十分委屈,能给我说一句吗? 当晚,和小小撒一起亮相的,还有杨氏名嘴朱迅,高博,龙阳的卵生人工智能主持人朱小旭,高小博,龙小杨。 其中,朱小旭一袭白衣战袍,伟众端庄,如仙女下白,现场观众不必称赞,朱小旭是四千年一遇的最美虚拟主持人。 四位虚拟主持人,台骑刷刷猎队,和复查皇后秦兰同场争验。 施警互动国内首预来自美国的智能派PAI,遇到了强劲对手,撒贝宁也笑称,自己感受到了职业危机,技术的发展真的超出我们的想象。 我还记得五年前,我问过一位人工智能专家,主持人这个行业,未来会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? 他说,大概还有五年,看来现在到了我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。 尽管下岗隐退,是小洒的一句玩笑,但人工智能的飞速,绝起不容忽视。 早前,有虚拟主持人尝试在摄影棚内进行虚拟主持。 比起之前的虚拟主持常试,此次央视网络春晚中小小洒、朱小逊、高小波、龙小洋的技术革新堪称向前跨越了一大步。 小小洒等虚拟主持人员名为派PAI,是由华人创业的周人工智能公司欧邦安本,研究发明的一款新型人工智能主持人。 据欧邦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正义介绍,虚拟主持人本身就是一种全新内容的心在体,从视觉和声音两个大角度进行自主学习,对主持人进行更密体、真实的呈现。 而在2019样式网络春晚中,派PAI更是第一次实现了在实际环境中和真人互动,就在国内人工智能界是无潜力。 智能派PAI的诞生,而是多项专利神情技术,实现永生与以前僵硬、机械形象的虚拟主持人技术相比,现在引入人工智能AI的发展成果,架构出AI虚拟主持人。 特别是这次网络春晚,爱原型主持人制作出的虚拟主持人在技术上有了相当大的提升。 这些让人为之惊叹的智能主持人,到底是经过什么样的流程带生的? 去欧邦工作人员介绍,在20多项专利申请技术的护航下,进入派PAI,虚拟世界并非想象中那么奇幻,只是法贝宁的主持人的面部扫描,和半小时的录音数据,即可生成形象和声音模型。 有了声音模型后,任何书中的文字,都可以用萨贝宁的声音读或唱出来,甚至有中意应含四种语言。 随之越来越多的数据未养,养成细的小小洒会掌握更多技能,甚至了解萨贝宁的喜好,说话方式得,在另一层面上,与它更加相似。 主持人表示,通过数据在体的形式,跟真实世界亲密互动,在某种意义上,我们是实现了永生。 这种个性化在节目中,也有体现虚拟主持人结合了人工智能科动作捕捉训练,模拟主持人的口语表达,脸部表情,受视,形体运动,机场景互动等。 在现场,通过传感器及运动跟踪设备,主持人的一举一动,喜怒哀乐,甚至与观众的亲密互动,都在虚拟主持人身上一一呈现。 除了完成人工智能主持工作外,虚拟主持人还能出现在手机上为观众半年。 观众扫描二维码,叫小小洒,朱小逊,为家人好友和新春,不再是梦想,人工智能技术,也能更切近人们的日常生活。 欧邦先进的3D图像重建技术能实现让观众只需通过上传一张自拍,就能获得自己的人工智能。 双胞胎每一个人都能拥有自己专属的虚拟卵生,在人工智能时大协助人类在社交、娱乐、医疗等多个领域上,探索更多可能性。 AI在区块链合作新形式除此之外,欧邦还是AI公立派区块链Project Point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,希望用派区块链为每个人的AI版权,进行身份验证和保护,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性。 可追溯性,其他人需要获得授权才可以使用。 这些数据不仅包括形象、生意,未来还包括身份证、医疗记录、生命体征、在数字世界的行为数据等等。 欧邦此前已将这项技术运用于建立K11创始人政治当的PAI,引导人们参观展览,以及给SNH48成员打造虚拟化身, 共同在MV里表演和演唱等等。 未来明星公司可以围绕其下艺人制作和管理各个虚拟AI,还可以在PAI公链上,开发相关演征的AI私有区块链, 向粉丝发行公司的虚拟笔,用于演唱会门票、电影票、数、自唱片、虚拟形象互动和明星代言产品的互动。 此外,还能刺激生产基于区块链的大量有价值的互动数据。 再深想一层,欧邦人工智能与区块链的结合,为泰索人对人工智能的信任问题,提供了一个思路。 正义在接受福布斯采访时曾说过,五年后,当无人驾驶汽车上路时,人们敢不敢相信驾驶汽车的人工智能,永远会做出正确的决定。 人工智能职策的某些关键变量,必须要以保护人类的中心,不可修改,不可被赛把迭代。 人工智能与区块链的融合,可以为解决人工智能的人类信任问题,提供一个思路。 央视和欧邦首次合作,共同开启了数字虚语新世界的大门。 不难畅想,未来欧邦团队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大胆尝试,也将潜移默化。